闻好孕姐,对于很多孕妈妈来说,孕妻做检查简直就像在场关,但凡有一项不合格,势必要提心掉单时来贴。 朋友说,当时怀老大的时候,没啥经验,再加上老公整天嫌弃产检看花钱,以前没做产检,那些孩子不都好好的吗? 孩子要是真有啥毛病,就算检查出来,不是没啥用,一直到生产都没在做过检查,按他的话,虽然时候很害怕,但整个孕期过得还是很舒心的,甚至整天为检查结果担惊受怕,尤其是上一次去做思维采超的时候,发现胎儿的心事有强光点。 他当时就吓哭了,以为孩子心脏有问题,还好医生告诉他,胎儿心事强光疤,一般都是心肌的回生,在临床上比较超级,如果糖筛检查结果正常,胎儿的染色体没有异常,一般是没事的,而且随着人身孕分的增加,大多数会缩小或者僵尸的,如果实在担心的话,可以做胎儿心脏彩超检查。 听完之后,我不由得想起之前好几个孕妈妈都曾吐槽过这个问题,产检过关很高兴,但只要有一点异常就紧张的睡不着觉。 这里要提醒一下,确实要重视产检结果,但有时候孕妈妈别自己吓自己,先听听医生怎么说。 比如,以下这两种结果,孕囊周围有暗示,一般认为孕囊周围出现肌业是线少流产的征兆,但是如果是少量肌业的话,过一段时间是会被吸收或者抬出去的。 只要没有出现腹痛和流血,B超检查胎牙,胎心都正常。 一般是没事的,孕妈妈注意卧床休息,放松心情,不要太紧张,定期复查即可。 胎儿比实际运周小,大多数孕妈在产检的时候B超都比临床运周要小,就是因为运周是根据月经济算的,所以势必会受周床时间的影响。 基本上有一到两周的偏差都是很正常的事。 出现胎儿偏小时,首先建议核实一下实际运周胎儿。 此外母体是否有其他疾病,有因高血压,如果这些原因都排除了,那么胎儿偏小可能是宫内把孕肢快造成的。 孕妈妈就需要注意营养症候,可以每天吃鲜黛白子含量高的食物,雷生素片的补充营养。 防腐射服真的能防腐射吗?感冒了必须死,藏着一定不能中药吗? 藏塞这么可怕还要不要做? 医生,我看到吃得吓吐怎么办?孕前做了这些事情,孩子还能要吗?孕期可以磨磨豆豆吗? 胎儿长大了妈妈肚子里的器官都去哪里了? 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同一个我想impression并证文章星你才能老虎里的选择 不论下别笑 我叫去�le品 许 不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